所以刚刚我们这些动作 就是在解决下载下来的资料 它没有符合我们预期的 所以我又增加了 复制日期跟删除列 至于怎么写 有时候其实你可以再自己调整一下 不见得百分之一把照这样子 只是说它的原理原则都差不多 一定要学会所谓的什么 像我这边是用MODE是求鱼术 除以多少 因为每间隔三列三列三 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那你只要去抓到什么 抓到它整除的话 所以我习惯了 如果它第二列 我就先把那一列给剪掉 刮五起来之后 如果MODE3等于0 那表示就是把它找到那一列 然后后面的话 看我要做什么动作 比如说我资料复制过来 把下一列的资料复制过来 就加一 然后把格式放过来 那就完成了 那删除列也是大概大致的一通 再来的话就是把这个D蓝到I蓝输出1到6 那1到6怎么输入比较简单 但这边的话因为是蓝 所以我用4J好了 我前面好像讲过 如果我今天要在这边输入1到6的话 那怎么输入比较简单 当然你比较笨的方法就是 你就是直接在 在什么呢 在那个储存 当然方法很多啦 如果你不用这个方法的话 你可以打打一个Sales 刮五 哪一列呢 第一列 在第几栏呢 第四栏 或者你用第一栏也可以 第四栏 里面的资料等于1 然后呢 底下的话呢 这边1 然后这边的话 第5栏 这边第5栏 等于2 然后呢 一直在一推 一直到 到6 有没有 所以 4 5 6 7 8 9 有没有 然后到哪里呢 里面的话就放1 2 3 你会发现 那如果这样的意思重复的话 你不是可以写个回圈算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 假如说你要把它写成回圈的话 那你可以什么 我这边想到是 我干脆写一个什么 4 3 等于 多少呢 等于1到6 但你想说 老师那我如果4到9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如果我是要1到6 那刚好这边就直接放什么 放追就好了 有没有 应该后面的数字 刚好是1到6 看得出来吗 这底下的话 它那个点点 点点点点点点 OK 然后这边的话就9 这边就是6 OK 那所以如果我4 追等1到6的话 那这边直接就放追 那这个地方相差3 所以我就追加3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输出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如果这边输出1到6的话 那就直接止息 1到6就OK了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增加号码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增加号码之后的话 再来要做什么呢 再来就是把什么 把 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的 B栏的东西 帮我剖开之后 中间是斗点 剖开完 剖到哪里 剖到这个范围 D的第二列到I的这个第二列 有没有 那这地方该怎么做 一样哦 这个我好像前面讲 要不就是你用资料剖析 只是说你用资料剖析 录制的话 程式会相对的冗长 所以我这边的话 我这边一样写一个资料剖析 那剖的方式的话 特别注意哦 一样资料剖析 Enter 里面的话从第几列呢 从第二列 这个就不是删除 所以从第二列 到它的最下面一列 那剖的话特别注意哦 我的来源在这里 我要剖的地方在这里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前面 如果你不会写的话 你可以先写这样 D2 冒号 到I2 好这个地方 然后呢 我们Split切割的话 就是把什么呢 把那个B缆的东西切割 所以呢 VBA点Split 然后把B缆的东西放过来 找斗点切割 但问题来了哦 如果你现在切割的话 变成什么 你切都会切到这个位置而已 如果底下 假如它变第三列的话 那你势必要变动 所以很简单嘛 你就把什么 A2 一样被口诀 算一号算一号移到中间 AND AND移到中间 加一个I就好了 然后把AND前后加空白 好 那这个也是一样 不过呢 我前面讲过哦 它刚好在字串的最右边嘛 所以哦 应该还记得吧 把2删掉 移到它的外面 空一格AND 空一格I就可以了 好 这样意思是说 帮我把B缆的这个资料 就这个 这个哦 拿到这边来 找一下斗点 如果斗点的话呢 就帮我切切切 切到哪里呢 跟它讲说 在那个 统一列的第一道锥 所以它基本上就放过来 一个一个放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边先试个多段点 刨一下 刺激 那这个 剖开来 有没有发现 就自动帮我把这个资料 剖到这边来了 不过特别注意哦 你会发现哦 因为Splitter 它是一个 等于是文字类的函数 所以剖开来之后 你会发现哦 虽然哦 这边看到的是数字 不过你们有没有发现 它是靠左 我还靠左对齐 靠左对齐 所以它里面是什么形态的资料 对文字哦 所以将来 假设你要做计算的话 或者做一些比对的话 恐怕特别注意哦 它形态的文字哦 不是说 所以你跟那个数字一比哦 可能就比不出 就没办法等于哦 OK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哦 那其他都一样 所以 那这边射中段点拿掉 有没有 啪一下子全部OK 然后再来把B栏删除 B栏删除的话呢 我就是再加一个sub好了 那怎么把B栏删除 很简单 栏的物件叫colors 那后面刮虎呢 你就跟他讲说 哎 我要把B栏 后面加一个delete 它就删掉了 哦 F8 删掉 那最后的话 栏宽 我希望呢 自动全部 帮我 自动调整的话 有没有 以前是什么 把这A到H 选起来 快点两下 有没有 那如果你这个动作 不要用滑鼠 来做的话 你只要加一行就可以了 叫colors.autofit 或者是说比较精确的 你可以再加一个瓜 哪一栏到哪一栏 DA栏到H栏 帮我做autofit 其实两个都可以了 如果你两个再加栏的话 就是colors.autofit就可以了 这个好处是说比较精确 范围OK 好 autofit一下 这样就自动调整了 那也就是说以后呢 你希望全部的资料呢 通通一次就帮我 大乐透下载的话 那你就把col 第一个批字下载 然后再删除日期 有没有 把刚刚的sub全部都call call call完之后 不过我建议这边加一个sales 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全部先clear context 先把里面资料先清空 好 清空之后再下载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清空 把它全部在帮我批示下载 然后他就下载完之后 删除那个多余的日期列 然后负质日期 再删除列 然后再增加号码 再资料剖析 再删除那个多余的栏 这样都ok了 好 不过当然了 因为这个资料 是在人家的server上面 所以你一到五十九页 要跑掉一点时间 你说 刚刚有同学问说 那python会比较快 其实python不见得比较快 为什么 因为主要快跟慢 是由server那边决定的 也就是server那边的频宽大 反应快的话 那当然相对的速度 也会比较快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呢 他server反应就是这么慢 那你怎么 他就是不给你资料啊 那你再快 你也没办法 就像说 就像说那个现在流行 那个外送 那个UberEat好了 那他送快 他都很快 有没有 可是问题他去那边餐厅 他还没做好 那怎么快的 他一定要等那个餐厅 那边做好 然后给他 他才有办法很快 道理一样 你说你今天 UberEat比较快 还是Fu Panda比较快 反正差别 应该是差别在那个吧 就餐厅他的速度 OK 当然其他 所以也这部分的话 也没有说一定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我刚刚做的程式 云端上都有 所以请各位呢 试一下把这个部分 再试着乱乱看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